打完这不便宜都要多喝水哦 好不好 还真是稀哦 好棒 小朋友晚起衣袖勇敢接种疫苗 这里是基隆市东旺国小 为了提供学童更好的保护力 基隆市政府从5月4号起 开始进行全市6岁以上 幼童疫苗施打作业 基隆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市16000名国小学童 已经回收了7000份医院调查表 其中有4层家长同意施打疫苗 基隆市政府从中央接到 4月25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后 我们在4月27的部分 就透过很多管道 让家长先去享誉这些接种须知 那目前这个客校 因为有停课停办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表单正在回收当中 那目前大概回收7000多份 那施打的意愿大概占接近40% 第一所开打的东光国校 就有20几位学童同意施打疫苗 有家长认为疫情升温 还是早一点打疫苗比较好 护理师有针对全校的师生来做 有关疫苗施打的一方面的 卫教宣导 那目前收过来的人数 当然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变化 不过大概到今天为止 大概有接近30个人左右了 所以接近我们比率大概是三成左右 我单怎么行 我自己都打了这样也没感觉到怎么样 所以不会觉得小胚吗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你要打才有保护力 你没有打的话你这个更惨 现在确诊又那么多 当然要先打 还不用挑什么哪种疫苗 一定要这样子做才对啊 因为现在确诊率太高了 然后至少先打能预防重症 那个重症比率还比打那个副作用还要高 所以说打其实防范那个重症比较好 小朋友则是坦白说自己还是会害怕 你怕不怕 怕 怕什么 副作用 那要怎么办 多喝水多休息 害怕 很害怕 你说 怕 害怕什么 害怕什么 害怕有症状啊 我很痛 打针的手是你的飞罐用手 在学校老师与校护提醒下 小朋友依序进入 经医师评估后完成接种 打完疫苗的小朋友说还是有点痛痛的 酸酸的 酸酸的啊 还有呢 会有点痛 医师也建议家长注意小孩施打完疫苗后的相关症状 注意发烧 特别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 喘啊 或者是精神不好啊 烧不退 那这个一定要再继续看一次 假如说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是一定要去的 直接去大医院 直接挂急诊就可以 但是比例并不是很高啦 所以家长也要放心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市学童第一剂疫苗接种作业 将持续到5月27号为止 提醒家长 如果小孩没有依规划日期在学校完成接种 也可以在两周内到负责的医疗院所施打疫苗 记者张气腾 金融报导 中备